後來鄉親的新聞剛開始來關心 最理想是要求地下水稅哪罐 未來若是沒有提到合法認證的水稅 將免任經濟控制下才是法款 去年我們中法官的農民 申請6罐的地下水稅 說到153,000多元 但現在說這個合法新報的水稅 以法要輸出3年 總共是2,700元的幾歲 都民主大罐政府請錢 為了順應民意 管政府只好緊急來停止收整個月的出息 管府水利支援處照規記者會 說明配合中央建設 占對對中法官來14萬多的哪罐水稅 要開始乎到出電學官的水稅 當時頂出要驚人包括2,700元1,000 定期會1,000米 以及水稅幾百元 總共2,700元的幾歲 不過在這消息是團出以後 就馬上引起國際的抗議 管府也只能順利 緊急中止 張華縣政府針對中央目前事辦的水稅合法舞蹈化的事辦的 西州的三個村落以及後續的一個辦理方式 我們目前的一個方向是中止辦理 那後續我們再跟中央來做一個確實商討 好 那我們希望中央能夠聽到我們彰化憲民的心聲 然後確實來反映我們的一個意見 來做一個適當的一個修正 因為這項價位只是相協調 水族出境了 會這支收集鄉親意見 當時向中央提出建議 我們中央跟地府出境中央的意見 接著來憑勾應援的方案 大正新聞就是賴中華 蔡英博德 你有沒有人啊 中央放到不知道